据英国卫报25号报道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 在截至20号的一周里 英国新增大约100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截至20号的一周里 对各地民众进行了随机抽样检测 数据显示 英格兰地区的总人口中 平均每16人中就有一人正处于感染状态 在苏格兰 平均每10亿人中有一人正处于感染状态 创下有记录以来新高 此外 威尔市感染率也有所上升 不过 北爱尔兰感染率略有下降 专家分析认为 英国近期确诊病例激增与多重因素有关 包括各地解除疫情封锁 免疫屏障随着时间消退 以及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 亚型BAR持续传播等 英国卫生安全局25号通报 在英格兰 BAR所致感染病例已经占到了近期确诊病例的89% 不过 目前尚无证据显示 BAR会导致更大的住院风险 BAR所致感染病例登